欢迎回到我的雅雅治愈系绘画频道 本期分享一副零基础首餐档的小伙伴都能绘画的不透明水彩画 月光花色 会标注配色以及绘画方式 喜欢的小伙伴请转评赞以及关注我哦 这次直接在本子上绘画 我用的是Waterstone水彩纸 它是日本产的高级水彩纸 纯棉很适合初学者使用 用胶带纸把纸张在四周固定住 防止纸张浴水之后皱起 画起来不方便 粉色纸胶带用完了 另外三条边使用蓝色纸胶带固定 把需要的背景色用平头刷调开 把颜色刷在纸上时注意不要太湿也不要太干 笔头太湿容易画薄了 画薄的话就需要多涂几次 笔头太干就容易抹不开色感觉不均匀 最好就是平头笔刷在纸上时有种刷蛋糕上奶油一样顺滑的感觉 就说明笔头水分差不多了 当然这方法不是绝对的 看你绘画需要 哦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不用等纸彩完全干了 把调好的深绿色直接刷上去 坏的时候感觉颜色还不够深 可以多加点黑色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换至源头笔来画树叶 这里有两种方法推荐给大家 一种是分不整画 拉两笔画树叶 这样比较费时间 就像这样 这样 会画 另一种方式就简单很多 用笔头点出树叶的形状 这个方法可以画出大小一致的树叶 而且还节省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画花 还是使用香菱色 用圆头笔的笔尖随意清点画面 可以看出花的形状就这样被点出来了 很简单对吧 在之前的颜色中加入白色画出花的层次感 换用勾线笔画细节使用的颜色之前分享过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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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用勾线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